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和既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台盟全体盟员对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拥护 苏惠强调 台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要迅速开展学习 不断深化思想共识 要发挥台资特色 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懈奋斗 11月3号 2020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开幕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郑山杰 海新会会长张志军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 以及两岸工商界代表文教界人士等 一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浙台合作周以共享基于融合发展为主题 聚焦新经济新产业优势 探索推进浙江与台湾数字经济 制造 文旅 金融等产业对接合作的新方式 新领域 新渠道 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死中表示 党的19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这将为广大台商在大陆的发展 为两岸经济合作 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相信广大台胞台企能够把握大势 坚定信心 顺应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 潮流 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 不但拓展新领域 新兴建 在主论坛上 两岸企业家峰会金融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大陆方面召集人李李辉 浙江省海粗会 台商台企专委会主任委员秦荣华等嘉宾 发表了主题演讲 就如何分享发展机遇 支持台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聚焦台子企业同等待与优化服务 化威为基 加快复工复产等话题 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得到与会台商的热烈回响 台资企业可能必须要紧紧抓住 这个部分 比如说G60的科技走廊 或者是新经济新业态 这个部分的融合的发展 抓住抢抓这个机运 然后去结合自己本身的优势 来加强发展 各行各业的战略位置都有非常充分的已经表明在我们十四五规划里面都 台资企业可以充分来寻找它的商机 来配合当地政府来做一些的经济发展的规划推动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资企业要积极去了解各项政策以及充分参与在内 据了解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自2013年举办以来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届 作为浙江深化东引台资战略 推进浙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综合性平台和品牌活动 浙台合作周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已成为大陆重要的涉台经贸活动品牌之一 11月3号下午 2020浙江台湾合作周 两岸未来乡村产业发展论坛 在渔航区、唐溪镇、丁山河村、海峡两岸美丽乡村产业园举行 来自航台两地乡村建设、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一百余人参加活动 论坛以具两岸智慧续三农新片为主题 聚焦未来两岸新经济新产业的合作和发展 推进经贸、青年、文化、基层、农业等多方面交流 与台商台企同胞分享浙江乡村发展的新机遇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 两岸嘉宾针对两地乡村的现状和未来 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发表了极有价值的思考与展望 在专题分享环节中围绕农会、合作社经营管理、精致农业发展前景、民宿经营和乡村社区营造、匠心打造农产品以及品牌设计等话题 两岸工商界知名企业家研究人员做了精彩的讲演 台湾有很多的社区营造的经验 这些经验往往是我们大陆现在需要的 包括一些案例 而且他有这个经验值 大陆更大的市场给他们去发挥 台湾因为政治这些因素 它停滞不前 台湾的孩子事实上很多人 有才能对于这种乡村的工作 或者是贡献有才能的孩子 在台湾是找不到机会的 我们把这边的市场跟台湾的人才 透过一个平台把它结合起来 互相的需求然后互补 然后可以互利 然后创造双赢 通过本次论坛的交流 两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也将培养更多美丽乡村领军人物 整合行业优秀企业和团队 引导美丽乡村的创新发展 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美丽乡村梦 继续来看新闻 台防务部门4号上午证实 美国政府与美东时间11月3号 批准4架MQ9B无人机 总金额为6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172.11亿元的对台军售案 并进行知会国会程序 渴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美国东部时间3号宣布 美国国务院批准受台4架MQ9B无人机 除了4架无人机 还有两个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12个惯性导航系统等硬件设备 另有人员培训 后勤与技术服务等内容 总金额为6亿美元 约新台币172.11亿元 这是美国继10月21号 受台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Slam-1R增程型空对地导弹 F-16战机新型侦察吊舱 10月26号 受台100套鱼叉暗防巡航导弹系统后 14天内 美国第三度对台军售 这三次军售总金额为41亿8130万美元 约核心台币1371亿5159万元 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 对台第十次军售 对此次军售 台防部门主管颜德发喜行余色 三号赶忙对美方道谢 台防部门四号并表示 台军所有对外军事采购预算 均需送经台立法机构进行审议 于通过后 依核定预算执行相关作业 如期如智如预算 获得武器装备 MQ-9无人机为美商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研制 可执行监控侦搜任务 并具备优秀的耐后能力 远程制空能力及更大的载重 为执行海上侦察任务的利器 针对美国国务院此前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月26日曾表示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防务 雷神等美国企业 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 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 实施制裁 赵立坚表示 美方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 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 近日在台湾遇害 引发岛内外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遇害女生的遗体 已于三号上午火化 而被控犯案的良性嫌犯的父母 在当面向死者家属道歉的愿望 被拒绝后 再度透过当地的里长 转交一封道歉信 表示自己教养子女有过错 对不起社会大众 还说如果能够速审速判 愿意接受儿子 以命偿命 随着离台脚步临近 遇害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的父母 收拾好情绪 三号下午跟着女儿的骨灰 回到学校参加追思活动 现场除了上百位学校师生到场 校方也把女大学生 就学期间的照片 研习证书 以及这张来不及亲自领取的 毕业证书 送到父母手上 这次来台处理到今天都顺利圆满了 对各单位都很感激 他很感激 大学让 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其他 细节 等到回到马来西亚 再透过律师发布相关新闻稿 各方送上的关怀 让家属有些感动 原本愤恨的情绪 似乎在有所化解 但唯一无法原谅的 仍是残忍的嫌犯 据悉 遇难者家属丝毫一早 就离台返回马来西亚 但已经委托好律师 要让嫌犯为女儿的不幸付出代价 而涉嫌杀人的良性嫌犯的父母 三号也再度透过当地里长 转交一封道歉信 用文字表达歉意 我们是良的父母 对里面的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嫌犯父母向遇害者家属表示 遗憾是他们造成的 如果能够速审速判 让嫌犯以命偿命 也是最好的交代 文字中透露出 对儿子的彻底绝望 至于自己教养子女的过错 他们也向社会大众表示对不起 不过这起外籍女学生命案 已经重创台南 乃至台湾的形象 命案更延烧出警察车案 路灯不亮等缺失 有台南市议员为此将锚头 对准台南市长黄伟哲 称这是台南之耻 谭南市长黄伟哲 近日因为声称案发地点附近只有两盏灯不亮 而遭到外界批评 为此黄伟哲二号赶紧重回台铁便道 巡视附近的路灯有没有亮了 3号下午黄伟哲主持市政会议 再次对外籍女大学生命案默安一分钟 并道歉称自己要负完全责任 发生这件悲剧 我想说作为市长 我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 深刻反省 检讨 尤其是受害者 以及他家属 还有他的周边的朋友们 来诚挚道歉 非常对不起 马来西亚级女大学生 在台湾遇害引起外界讨论 台湾现在安全吧 虽然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二号后言宣称 台湾仍是亚洲最安全友善的地方 但岛内检讨治安的声浪已经四起 国民党籍民代江启臣更爆料 台行政机构上一次召开治安汇报 竟然是一年以前 他怒批民进党当局该开的会不开 还有脸去惩处下属 我想心情都不好过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民进党籍民代罗美龄 在质询台上哽咽 因为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近日在台南遇害 台湾治安问题再度浮现 而蓝营民代更抓包 台行政机构的治安汇报已经一年没开了 主管警政事务的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 2号北蓝营民代江启臣 问道几乎无法回应 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3号试图解释 说治安汇报是因为疫情原因没召开 这一次治安汇报不开 这种大型的会议也是我决定的 因为我们向全体要求说 在防疫期间不必开的会议 不必要的聚集就不要进行 苏贞昌紧接着还拉新北市长侯友一下水 说当年就是自己在首次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 开始亲自主持治安汇报 时任台警政单位主管是侯友宜 他要大家去问侯友宜 我们重视不重视治安 一往正义侦查 那这一个部分不能全怪警察 但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丝毫不给面子 直言岛内的治安预防确实需要检讨 不仅如此 蓝营三号更开新闻发布会 痛批台行政机构懈怠 不但治安败坏 陈时中的实安汇报 也一年没召开了 民进党施政可谓是从上到下 螺丝掉满地 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在台南遇害案震惊全台湾 11月1号 台南市归人分局长被拔官处分 已是负责 而今年7月才上任的台南市警察局长詹永茂 至今未受到处分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2号怒批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独断独行 拔卓空降这位对台南没什么了解的局长 如今果不其然在任内出现披露 应该马上检讨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王家珍也质疑苏贞昌 硬把前任台南市警局长换掉 换上爱将詹永茂担任 如今爆发命案 苏贞昌不该下台吗 外界发现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一年多未以岛内相关法规召开治安汇报 但面对质疑 苏贞昌拿出防疫党箭牌 还拿着主持14次治安相关会议张冠李戴 意图转移焦点谢责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质疑 治安汇报 这个负责台湾治安最高统筹机制的平台 苏贞昌竟然认为是疫情期间没必要开的会 而同样的情况下 他的下属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却可以鼓励发烧的人出门去投罢韩的票 当时蔡英文 苏贞昌每天还四处趴趴走跑行程 这不仅是双标 以疫情做借口 苏贞昌难道不心虚吗 国民党方面3号指出 台行政机构任务编组44个汇报和会议 其中17个需要苏贞昌亲自召集 但包括台湾食安汇报 治安汇报 毒品防治汇报等11个会都没有开 由此可见 当下被台行政机构忽略的不只有食安与治安两项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家为发文指出 若不是因为莱猪和外籍生殒命 若不是明代的监督 台行政机构相关部门 恐怕早把这些任务编组抛诸脑后 拜托苏贞昌好好检讨自己 别再把责任都推给疫情和下属了 中国国民党前党主席朱立伦二号受访时表示 对岛内民众来讲 民生治安的议题最重要 也不容许打折扣 再次呼吁民进党不要每天只搞政治 以上就是对于今天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日前接受媒体人赵绍康专访 大爆绿营密新 其中陈水扁点名苏贞昌过去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时 抱怨副手蔡英文不好相处 曾经两度建议要换掉蔡英文 对此 苏贞昌三号没否认 而蔡英文则是不愿回应 当面被问是否难相处 蔡英文不回应 之所以被问到这个尴尬的问题 原来是陈水扁爆料说 这是过去苏贞昌讲的 苏贞昌那个在任内有两次真的 建议是不是能够把蔡英文护衍站 把他这个换掉 那我都没有答应 她的理由是什么 她说 假拍到点了 那另一位被点名的当事人对此又怎么解释呢 听起来苏贞昌算是不否认有这回事 这段老历史要追溯到2006年初到2007年中 当时苏贞昌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而蔡英文是他的副手 台媒报道称 两人真的很有心结 因为就连现任台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 也在脸书上爆料说 他们以前讲话都是靠秘书传话 而不是现在的一通电话 但我们要通丁实通 所以今天早上跟院长是有通过电话 陈水扁日前接受媒体人赵少康探访 大报绿营密新 除了蔡苏恩怨 还有一件事他不吐不快 姓宇所讲的我们就反问嘛 对不对 没有拿得是要出现这些恶梦 而这也要穿越时空回到2008年 朱贞昌没拿到钱吗 西洋康没拿到钱吗 陈水扁在高雄没拿到钱吗 2008年 陈水扁因贪污洗钱案遭台检方调查 陈水扁女儿陈兴宇因此对媒体表示 陈水扁遭调查是政治斗争 是要斗垮他们全家 他还情绪激动地点名 苏贞昌 谢长廷 陈菊等人 都曾拿过陈水扁的钱 陈兴宇当时表示 陈水扁叫我不要讲 但是他不服气 在他死之前要全部讲出来 如今时隔12年 陈水扁又就是重提 但苏贞昌依旧否认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 3号已尽力澄清 称苏贞昌从来没有和陈水扁拿钱选举 也没有接受过他的政治现金 陈水扁大爆料 再度惊起绿营内部的暗流 本栏目由金庄会务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在法国奥地利接连遭到恐怖袭击后 当地时间3号 英国军情五处下属的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 将英国受恐袭别的威胁级别 从较大上调至严重 英国恐怖威胁级别共分5级 较大意味着可能会发生袭击 严重为第二高级别 意味着十分可能发生袭击 英国内政大臣普利蒂帕特尔当天表示 这次调整主要是预防措施 他提醒公众应该保持警惕 但不要惊慌 及时上报任何觉得可疑的行为 这是一个趋势的准备 我们昨天在美国的状况 和昨天在美国的状况 我们昨天在美国的状况 第一个重要的要求 是保护美国的民众 10月29号 法国尼斯圣母大教堂 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11月2号 奥地利维也纳市中心 发生的恐袭事件 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五人死亡 22人受伤 这两起事件 令欧洲多国绷紧了安全神经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继续来看新闻 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总工会主办 福建省献血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书血协会承办的 2020年全省献书血行业 岗位技能竞赛 11月2号至3号在福州举行 此次竞赛是2020年 福建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的 重点行业技能竞赛项目 这也是福建省首次组织的 现书血行业技能竞赛 福建省和各地市卫健委 共10支队伍37名选手参赛 11月3号下午为知识竞大环节 以采工血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标准 以及书血技术专业知识 为主要内容 包括必答题 供答题 抢答题 风险题四个项目内容 属于团体赛 据悉 参加此次全省竞赛的选手 均是由各地血战和医疗机构 通过岗位练兵 培训 出赛 层层选拔出的爱岗敬业 业务突出 从事本岗位工作满三年以上的优秀骨干 在一天半的竞赛中 参赛选手一丝不苟 认真参赛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 共有六个团体 26名个人脱颖而出 斩获了荣誉 此次竞赛展示了福建省 现书写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风采 也提升了职工队伍业务技能 服务质量 推动福建省血液事业 迈上新征程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